亚洲第一中锋老了,这是今年CBA很多球队对他的评价,包括新疆、光莎这样的球队,一开始就拒绝了哈达迪,就是连青岛接触了一阵后也放弃了哈达迪, 但是在亚运半决赛对阵韩国的比赛中,哈达迪贡献21分7篮板8助攻4盖茅,他的全能是韩国规划中锋拉特里夫所无法相比的,伊朗队最终在亚运会决赛中80-68轻取韩国队,韩国规划中锋拉特里夫尽了全力,拿到37分12个篮板,他甚至一分钟都没有休息,无奈韩国外线失灵, 他们三分球命中率低得可怜,原本以来他们能内能爱可以和伊朗拼一拼,结果韩国队一表现令人失望,哈达迪尽管得分没有拉特里夫那么多,但是他数据的全面是拉特里夫比不了的,哈达迪这场得到23个7个篮板8注入4次盖茅的数据,他依然是纳格亚洲第一中锋, 中国南篮如果稍后淘汰中国台北进入决赛,伊朗将会是他们夺金的对手,周琪王哲林的内线能不能顶住哈达迪真是不好说,今年夏天四川并没有与哈达迪续约,虽说哈达迪的得分不如巅峰了,但是他的作用还在,他可以拉到高位投篮,也可以在篮下进攻, 还有狠子的保护篮筐有力侧应求能力,这样的外援实在太全面了,当年四川夺得总冠军哈达迪是第一功臣,而不是邓特蒙或哈里斯,要不然四川能以非亚洲外援的身份与他续约, 但是今年夏天四川江,他放弃后,他想去过新疆,新疆不用他,后来找过广萨,广萨宁可续约只会投三分的伯洛西斯也不要哈达迪,后来哈达迪还和青岛接触过,但是青岛方面也拒绝了哈达迪,CBA俱乐部的拒绝会激发哈达迪,他现在没老,就怕后面的决赛打中国南篮, 哈达迪像在联赛中欺负周琪和王哲林那样,阻止中国队夺金牌,今年的伊朗仍然很强,虽说不如巅峰了,但是打韩国队他们四人得分上双,中国南篮能否夺得金牌,现在真不好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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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